字幕志祥 香港雖然只是一個城市 但在這裡培訓出來的運動員 無論拼駕和水盡 都不會落後於其他國家級的運動員 李麗珊 黃金堡 李維斯等等 都是令我們驕傲的香港英雄 運動員出色的背後 又賴得到各界支持 其中由李穩珍小姐 在2011年創辦的運動員希望基金 就是其中一個 自力資助本地運動員 尤其對一些有經濟壓力 而具備潛質的年輕人 幫助他們在運動場上追逐理想 幾年來,基金已經令超過4000人受惠 在運動員希望基金的運動員 其實運動員希望基金的長遠發展 方向是怎樣的 我還是繼續想做更多同類的項目 我希望會繼續籌取更多錢 繼續幫助這些青少年 運動員為不少青少年運動員帶來希望 同樣都是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 三個體育精英 因為家境不是特別好 要支持自己的學費之餘 亦都要面對參加比賽的各種經費 比任何人都要大壓力 但憑著出色的表現 得到運營基金的資助 令自己可以繼續創出未來 有照片嗎 哪個 那個吧 我是 中三年,由C樓搬到公屋 突然失去會所 住在公屋,房屋小了很多 我才知道原來家裡的環境 比想像中差 在得到運動員希望獎學金之後 我比較積極參加不同的二教活動 去過尼泊爾、馬來西亞 和廣西等地方 其實我的目標是考上龍門教練牌 考龍門教練牌之前 其實涉及到三個教練牌 每次報考教練都要教練費的負擔 還有完成了一個教練牌 但要去做實習 做實習就涉及得很微薄的居馬費 甚至有時是沒有的 幸好運動員希望基金幫到我 我不需要做那麼多兼職 維持我生活所需 我可以專心在教練事業的發展 用基金的資助去報考教練牌 以及做實習 我就可以舒緩到財政負擔 專心在教練事業的發展 請,其實是一個非常考體能的運動 因為很多時候需要長距離的訓練 以及比賽 我們可能會有不同的訓練 會有泳池方面的訓練 亦有沙灘方面的訓練 當中亦會用到很多不同的器材 所以它的技巧會更加複雜 因為請拿這麼多的器材 因為很多自己都未接觸過 亦未玩過這些比賽 我覺得比較新鮮 因為游泳很多時候都是直游 直翻,一個直辭地去 其實這些運動… 這些項目都令我 會比較吸引我去玩這個運動 我自己也接受了 一個運動員希望基金的資助 令我可以好好在這個運動中發展 我又不需要想太多 我又要讀書又要做運動員怎麼辦 其實這個運動可以大大幫助我 因為其實我從始至終 都沒有想過會有自己的器材 有了自己的器材後 其實我自己訓練或成績方面 都會看到很大的進步 以前讀Ivy的時候 用最便宜的那種木桿熱手 後來換桿,要儲錢 因為木桿會打破 如果要爭取好一點的世界排名 每年最少參加五個比賽 包括世界盃、亞洲盃等等 因為世界排名分數會較多 比賽費來說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自費形式 機票、住宿、比賽費等 有些雜費全部都是自己付的 包括有時保險費都要自己付 所以加上每個比賽都要幾千元 大學畢業後 我希望成為一位小學體育老師 如果沒有國際賽事的經驗 我就不可以跟學生分享 很感謝,很開心 運動員希望基金給了一個支持我 令我可以參加不同的國際賽事 暫時泰國和台灣 都是發展活目求最快的國家 我希望可以帶到香港隊 亦可以超越它們 體育運動在香港 從來都是被社會所忽視的範疇 學校要全面發展運動項目 沒有支持,亦沒有支援 而在另一邊,運動員退役 亦要面對重新走入社會的壓力 但在2012年 運營基金支持港協 其奧委會核下的奧夢成真計劃 令運動員可以藉著去中學做教練 為自己鋪路轉型 同時亦可以教導偏遠地區的中學 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興趣 一般香港運動員的時間很長 十多年 在十多年集中在運動員的期間 忽略了如何認識社會 當他們退役時 對社會緊密接觸程度沒有那麼多 我們便會用更多這些機會 令他們投入社會 學生…我們給學生的概念 這些學生不是只做運動員 就一定要做精英運動員 因為你也知道金字塔最頂的 那幾個百分之才是做精英運動員 剩下的一點 我們希望他們繼續繼續活躍 即是活躍,喜歡體育運動 慢慢…可能一年、兩年後 他會發現,教練 原來體育運動不只是玩過 可以變成工作 在這個計劃中 有三位在體壇上 已經獨當一面的運動員 曾經亦因為要面對退役問題 而陷入迷茫 幸好參加了奧夢成真計劃 擔任中學生的教練 令他們更清晰自己退役的方向 同時跟學生建立了不可言語的感情 所以我們的球一看,空的要比 先比賽,先別再下球 先看清楚 在退役方面,我想我有擔憂 我太太反而沒有 我擔憂是因為… 如果我不做職業足球員的時間 那我怎樣維持我的生計 但反觀,我太太沒有叫我 不用這麼想 因為他說 在這個世界沒有一個職業 一定是做得長的 不如想想現在的現況 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去教好你的球 踢好你的球 將來的人會知道 你是一個認真的人 還有有態度的人 自自然而會有人找你做事 我對這群學生的目標 我不是期望他們要踢球 踢得很厲害 或是要當一個職業足球員 其實我只是希望透過足球 可以令他們改變他們的品格 以及做人的方向 將來出社會工作 只要做一個好人 不要做一個壞人 其實我已經很足夠 薪水 聖地 生殖地 在那天 是 操作 天 雖然 在那天 在那天 謝謝 這班學生,他們差不多每次都會 出席練習 我覺得他們都是因為自己很喜歡劍擊 覺得回來後跟隊友很開心 生活很好 教練的工作是剛才開始展開 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 以生命影響生命 陪伴著我的學生去成長 因為自己差不多30歲了 準備去鋪路退役 因為自己也有教練牌 跟隊友開了一間藍球學院 慢慢想去鋪路 所以希望可以有個轉型做教練 所以去參加這個計劃 這班女生打球其實挺困難的 要照顧她們 可能心理和心理都要照顧到 對,不同的男生 男生,你如何操練她們 可能她們不怕辛苦 可能女生會較為 只做了很多體能 就說很辛苦 因為我剛認識她們 我覺得她們不可以罵 因為很多次罵她們 好像很慌張 甚麼都做不到 可能每次都慢慢告訴她 鼓勵她們 其實可能會較好 就朝著這個方向 反而你跟她們說了 你要做這件事 她們就能做到 這樣會較好 所以會溫柔一點對她們 為了支持本地 和鼓勵青少年運動員 能夠繼續努力在體壇上創佳職 運營基金也贊助 由香港體育學院主辦的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 劉子龍和何子樂 一個讀中學,一個讀大學 年紀輕輕 已經奪得多過世界性獎項 甚至是多屆 結出青少年運動員選舉的得主 成績這麼廢話 靠的都是一份堅持和努力 當身邊同學輕鬆玩樂之時 他們就要刻苦訓練 同學有時放學後 去玩遊戲機、打籃球 我沒有這些時間 因為我放學後 就直接過來體院這邊訓練 所以也有點傷心 又要讀書,又要練習 累嗎 累,是累 是有點辛苦的 因為平時要兼顧學業 考試的時間 可能會少一些溫習的時間 我覺得最難捱是最初入籃的時候 因為不習慣 一個星期要練五日 每天上學後已經… 其實有時有點累 也要直接來練習 所以最初入籃是挺辛苦的 有甚麼事務同學 在你訓練的時候 是否可能會有 有,因為除了訓練之外 我可以去外國比賽 去外國比賽的時候 也會比同學吸收不同的東西 和見識到這個世界 2017年,運動燃希望基金 也會繼續朝著這個方向 鼓勵和支持本地體壇的發展 為了